现代人忙碌工作一整天之后呢 往往没有时间跟精力 再额外花时间运动 体育组为了提升大众 参与运动的机会 提供补助方案 鼓励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 配合指导公司内的体育活动 增加运动人才的就业机会 像这些的运动好人才 他到了企业后 他不但可以协助企业 把整个职工运动也可以带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也可以协助企业组 就是说是让他们的整个业务上 能够推展得更为顺畅 企业安排运动课程 除了可以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之外 员工也因为有了一起运动的机会 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经费去请老师 教我们该怎么用 有他出现之后可以告诉我们 至少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受伤 这很重要 大家都充满精力 今天要去哪边运动 或者是你是谁谁谁 大家就互动会比较热络 除了企业的向心力变好之外 无论是退役选手 或是领友专业证照的教练 透过这项补助方案 都有机会进入一般企业 从事与运动专长相关的工作 甚至在过程中 培养运动专长以外的能力 像我们的健身教练好了 他专长是就是健身 那他有另外一个喜好 是他喜欢念日文 语言之后 因为他能力培养起来之后 他第一个专长就出现了 他反而可以去教我们的防务员 怎么样去说日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学习 就可以发他们另外的潜能出来 期待透过这项企业 聘用运动指导员的补助方案 能够促进国人的运动习惯 也提升运动员更多元的质押选择 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